各位我們基隆市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三號蔡思英 我是三號蔡思英 我們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陪同蔡思英在這邊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思英 和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正在基隆最熱鬧的愛山路 向路過民眾宣傳1200 首都通的政策互相拉抬 包括基隆捷運跟西東捷運 另外呢 當然首都通交通業票 1200塊可以達成所有的大眾運輸 那這個政策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因為蔡思英立委 在我當交通部長的時候的質詢 因為基隆人進出台北 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自己開車 最主要是大火車跟國道客運 那如果不納入這兩項 任何的所謂1280啊 那個都是零啦 因為那沒有辦法擴大 而且達成的數量沒辦法增加人數的話 他的經濟效益就差了 基北北桃所都生活圈 除了我們看到的捷運之外 其實更重要是納入台鐵 以及國道客運 還有機場捷運 以及未來的基隆捷運 這幾個部分都納入之後 才能夠真正的讓整個首都圈的通勤 有一個新的展現的面貌出來 我們要減少機車 或者減少自用的交通工具 就是要透過通勤的大量的這樣的一個運具 以及通勤的大量的公共政策的優惠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代表的一個綠色運具 也代表的節能減碳 這也是為什麼中央對於我們四位市場候選人 提出來的政策會這麼的大力支持 民進黨推出了北北基陶合作共同治理 不少路過民眾也猛揮手熱情的回應 甚至還有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要來簽名合照 不只有林佳龍 下午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北上合體立體 蔡世英打大咖牌全力吹票 我是基隆出生 跟基隆很有感情 在宥昌當時要選市長的時候 我也跟他成立聯合服務處 所以對我來講基隆是我第二個故鄉 對基隆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那尤其林佳昌擔任市長之後 大概八年 其實基隆進步非常快 也越來越美麗 那我是希望說 因為蔡世英是在立法院 已經是第二屆的立委 也在獲得公都盟 這個連續12次的優秀立委的評鑑 可以說是表現第一名的立委 第一名的立委一定可以成為第一名的市長 那因為建設不能停 尤其宥昌市長有很多對基隆的規劃 包括工業區的立體化 以及包括東岸軍港遷移土地的活化利用 那事實上在過去高雄跟基隆兩個港市 那就有很多合作的計畫 包括城市治理 港灣的發展等等 甚至是郵輪觀光 都是台灣兩個最重要的港灣城市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第一名的立委成為第一名的市長 可以在很多的議題能夠合作 那我相信 那以適應過去長期都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未來包括軍港周遭的這些土地的利用 那以及他非常鮮熟的協調的一個能力 那一定可以讓基隆能夠再繼續的大步邁進 那不論是我參選議員 或者是我在2016 2020年參選市長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是那一次夏大宇 我們陳委員 當時是立法委員 還特別來到基隆 為我告歌一曲 那獲得現場的滿堂彩 那他因為對基隆很熟悉 所以其實他在基隆也有一些朋友 那有時候我在地方上做基層服務的時候 也有遇到一些 過去可能是陳其邁的同學 他當時兒時的玩伴就告訴我說 我有認識陳其邁喔 那真的聽完就覺得很窩心 所以我轉很高興的是 最重要的是 他過去這兩年 兩年當成四年在用的拼高雄的經驗 確實讓許多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高雄跟基隆 南北兩個重要的港口都市 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有很多學習 可以互相能夠來討論的地方 例如我們看到的亞洲新灣區的 推動 那這過程當中 港市的合作 以及用交通建設帶動的招商的發展 其實未來我們在基隆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繼續在推動的 我們目前推動的基隆捷運 搭配基隆核股郎帶的開發計畫 就是交通目標導向的招商 以及未來軍港遷移完之後 新的土地 市區的大規模的精華商業區的未來開發 再利用 我覺得高雄港市有許多的經驗 跟基隆港市其實可以一起來互相合作 那我記得沒錯在上個月 其實在高雄也舉辦了一個港灣論壇 我們日常市長也有特別到高雄去 那本來那時候我要去後來臨時務的事情 在立法院開會 沒有辦法過去 但是那個相關的會議資料我有看 我們也可以了解到 台灣最重要的兩個港口都市 基隆跟高雄其實就是一個夥伴關係 兄弟關係 所以我很高興高雄市長 陳其邁陳市長來到基隆來幫忙適應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陪著蔡世英掃接敗票 出生基隆的陳其邁對基隆有很深的情感 一直把基隆當成他的第二故鄉 一天內找來新北高雄市長候選人來站台掃接敗票 蔡世英要離拼最後的勝選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